由羅斯福路、溫州界以及聽眾路 所形成的這個城南文化區域當中 我背後的台灣大學正是它的核心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唐山書店 那我一直覺得唐山書店 是溫羅町這一塊區域 以及台大周邊最重要的一家書店 那包括我自己在做台大學生的時候 以及現在做老師 其實在這附近的書店 我第一家介紹的一定是唐山書店 那唐山書店其實對於我們這些學生 以及老師來說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也就是它長期的傳播 關於這種意義的批判性思考方面的東西 那我一直認為每一代的學生 他們都能夠在這個地方 找到他們心靈的養分 在溫羅町多元發展的書店風景線當中 像南天書局這樣 以台灣研究為專業發展的書店 是其中相當不可錯過的一家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跟台灣有關的古地圖 那當然這些地圖並不是原來的地圖 它是複製品 但是複製得相當好 例如我手上的這張地圖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它畫的是台灣 那它其實是繪製在荷蘭再去台灣的時期 也就是大約17世紀中葉時候的作品 那這張圖呢它的原作其實現在要買是非常的貴 那這邊大家可以有比較輕鬆的價格買到複製品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一看它對台灣的一個繪製出來的形象 那跟我們現在對台灣的認知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對於喜歡文學文化閱讀的人口來說 其實除了正體字的出版品以及外文出版品之外 還有一扇窗口是不可被忘記的 那就是簡體字的出版品 那麼在台灣其實可以相當自由的看到相當大量的 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簡體字的出版品 而販賣簡體字出版品的一個最大的集散地 就在溫羅町區域 尤其是集中在溫州街這一帶上面 而我現在所在的這一家店秋水堂書店呢 它可以說是這一代簡體字書店當中相當具有規模的一家 和台灣大學的校園氣氛其實相配合的呢 其實是關於追求公平的平等的以及前衛的思想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它在溫州街這邊的一個書店面貌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例如我現在所在的這一家書店 它叫做女書店 那它是台灣第一家以女性主義以及性別研究為主的專業書店 那麼這一家書店它能夠長期的在溫羅町這個地方屹立不搖 我想它其實跟校園的一個開放的氣氛 那以及跟整個台灣社會的對這方面的需求有非常大的關係 當然同時它也成為溫羅町這個地方一個重要的性別地標 夾雜在台大學生喜歡吃飯的大學口裡面 就在飲料店跟旁邊小吃攤的中間就是胡思二手書店的入口 和孤嶺街的舊書店所呈現出來的蒼蒼細細完全的不同 在大學口裡面的這一家胡思二手書店 雖然是溫羅町這裡比較年輕的一家舊書店 但是它豐富的人文社科的書籍的典藏 卻受到學生的歡迎 X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